在成长的旅程中 我渐渐明白 成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而是一次次积累和沉淀 起初 我学着承担责任 从不再推卸自己的错误开始 我明白了每个决定都需要负责 无论结果如何 答应了的事情必须做到 我发现 肩负责任后 心态也随之变得更加稳重 与此同时 我开始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年轻时 我常以意识冲动而做出后悔的决定 但现在我学会了冷静面对问题 用理智去权衡每一步 而不是被情绪作用 我渐渐理解到 真正的强大来自于瓶颈之中 在人际关系中 我也开始学习包容 懂得尊重他人的想法和选择 不再给予反驳或纠正 而是倾听 学会站在他人的立场看问题 包容让我的世界变得更宽幅 也让我结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为了实现目标 我培养了自律的习惯 设定目标后 我尽全力坚持道理 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也不轻易放弃 日复一日的坚持 让我逐渐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充实感 在这过程中 我持续学习 不断提升自己 学习不仅丰富了我的知识 也拓宽了我的事业 赋予我更多应对挑战的心心 没掌握一种新技能 我都感到自己理理想的生活更进了一步 当然 生活中难免会有挫折 失败不再是让我停滞的理由 而是我改进自己的动力 每次失败 我都认真分析原因 从中汲取教训 再次踏上新的征程 我明白 成熟的人不会因意识的失误而轻易退缩 我也学会了独立思考 拥有自己的判断力 不再轻易被他人意见左右 做出选择后 我会坚定地走下去 承担一切后果 独立思考 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 也让我更自信地走下去 最后 我逐渐学会关注他人的需求 懂得倾听他们的心声 我明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惑和感受 倾听和理解 让我更懂得珍惜周围的关系 帮助我在这个世界中找到共鸣 这一路的成长 让我变得更成熟 强大 也让我逐渐拥有了更丰富的生活 和更多的可能性 我相信 这份成熟会让我拥有属于自己的全世界